这是打印好的外壳 我已经把三个入洞棒都装里面了 看一下里面的构造 这是一个三路的控制器 也是一维连的 现在的话 共用的一个正极 就是它的控制器的电源正极和水泵的正极是共用的 它这个电路是共用了一个输入端 直接从后面把电引到了这个三路上 它的基本接法和单路和双路的是一样的 都是共用的一个电源 我们来把它固定一下 固定控制板这次我做了四个托架 直接把它固定在螺丝孔上就行 最后把这个盖子给它扣上 就装完了 接好以后把它通上电 模式也是一样 模式也是一样 就是两下短 一下长闪灯 如果它闪的模式不对 里面有一个按键 连续按住五秒钟 再松开 它就会切换那个连接模式 软件使用的是EV连 点添加蓝牙配网 去连接 配置好以后给它起个名字 可以看到了 点进去 三个都可以控制了 自己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根据需要 使用普通定时 还是延时还是循环 还有根据那个微量添加使用的那个点动功能 点动功能在这里面了 三个通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 外壳上这次做了三个挂钩 分别对应三个瓶子 如果使用那个少量夹药 直接把那个瓶盖挂上 然后接好瓶子就行 三个扣直接输入到需要夹药的缸里面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一下 避免错过以后的更新 让我们下期见